欢迎收看大儿话之 有一句广告词说 想进台大先进台大 这不是先进台大医院 而是先去补习班 在中国大陆则是流行 暑假时候到名校区朝圣 据说人潮太多了 甚至把北大的校园给挤坏了 那今天我们就要聊聊大陆的民众 为什么会把大学校园当成一个风景区 以及大陆各大名校有什么看头 那现场来宾是两位 还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 一个是杨婷婷是武汉大学的 大家好 那另外一位是邓延伟是厦门大学 对不对 对大家好 他们这个两位都还在在学 非常难得 因为他们暑假回到台湾来 所以就赶紧把他抓来 上节目 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 为什么大陆的校园 会成为一个观光景点 先谈谈 延伟先谈好了 因为夏大好像是观光课 还挺多的地方 你虽然暑假回到台湾来 那这个时间 你们学校观光课还多吗 人还多吗 这有时间 我们学校 其实观光课 还是一直都是很多 每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人都很多 人都很多 平常的话 我们有一个县邮令 那那个是为了学生 所以才建立的 对 那现在的话 因为暑假 大家学校的学生 就没有那么多 大概就是大三的实习生 和研究生之类的 然后 所以说其实 到了暑假 那其他学校放假了之后 我们学校的人 其实也是会再增加 还是在增加 还是在增加 有没有跟留在学校的 那个同学或是学长姐 了解一下 现在学校的状况 我有跟他们 稍微聊一些过 可是他们说 因为暑假就 没有那么多课要上 我们其实我们学校 还是有时候暑假 还是有些人要上课 是 因为成绩不好 不是不是 他们是其他的课程 其实我也不清楚 那他们 他们说 游客会 有些游客会更放肆 因为学生少了是不是 对 学生少了 肆无忌惮 放肆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的那个 自习室会被占领 变休息室吗 就是变游客的休息室 这样子啊 对 那不锁起来的吗 平常 那个门一般是不锁的 就是因为它是给 学生自由进出的 所以一般来说是不锁的 是 然后还有我们的 学校的餐厅 我们学校餐厅 开放给游客的 大概是 三个餐厅吧 对 然后尤其最夸张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福隆餐厅 福隆三楼 对 那边每一次一到假期 或者是学生不在的时候 那边的 基本上人都是满的 这样子啊 对 暑假也是一样就对了 暑假 稍微好一点 暑假是稍微好一点 因为少了学生 这部分 所以就没有那么夸张 挺挺你们学校 武汉大学好像 不会常常很多人 但某一个特殊季节的时候 人是很多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櫻花节的时候 人会特别的多 嗯 然后就是 听报导说 好像有达到二十万 就是一天之内有到二十万 一天有二十万涌入啊 对 然后它那个情况就是到 因为我们有一条道路是櫻花大道 那边就是种满了櫻花树 是 然后就是 夸张到就是全部都是人 满地都是人 对 然后就是那个校车还要为此而改道 这样进不去了 对 那属下还好吗 暑假就比较没有那么多 因为暑假櫻花不开 人基本就不来了 对 武汉大学吸引学生或是观光课的 其实主要是靠风景名胜取胜了 景色是以景色取胜 对那跟颜伟请问一下 就是你说这么多游客进去了 是什么样的游客是团客吗 还是闪客 其实都有 因为在这个限游令出台之前 我们学校经常会有一车一车的游览车进去 直接开进去 直接开进去 然后这样游客下来就很多了 四五十人这样一直下 那时候学校就会造成 对对学生造成不方便 到处都是人 到处都是人 然后现在的话 有那个团客还是有 只不过他们因为 因为学校自从有那个规定之后 他们要进去的难度就加大 因为每天是有限定人数 就是平常的话是一千个人左右 才能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 就会对那些团客造成不方便 所以还是很多人是采取自己进入方式 会比较快一些 个别这样进去 对 然后婷婷你们学校的话 我们学校 音话记的时候应该是团客嘛 对 对 然后是团客跟散客都有 都有 然后团客我就是有看过有人是带团 然后就是拿一个小妻子 小妻子这样子 跟我来 还来看樱花 这样子 直接把它当成风景名社 对 对 然后平常就是没有 是 那大学校园变成一个观光景点 我们先来看一段大陆大学校怎么被挤爆的 为了立志 三年后面要高考 要制定一个目标 激励自己的斗志 没想到这样 进了都出不去 不然就往出走了 太太 那门口女儿太 她爸爸不还没进来呢 从栏杆那把孩子递给我的 我在里边挤的 其实他们在这个暑假的时候 兴起所谓的名校有主要 他们说这叫做功利主义 就建立在希望这些孩子 他在中学的时候 先去把那个北大 清华 就是复旦 就是这些很知名的学校 先看过一遍 让他们在心中 可以立下一个很好的目标 然后从此高中三年可以好好努力 那个颜伟 你自己的同学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 而曾经有过名校游的 其实这个在算是少数 因为我之前读的学校 我是在上海读的高中 那因为上海 沿海城市会比较发达 所以说其实这个 这个名校游 其实对沿海城市来说 人数会比较少 但是对内地来说就不一样 因为很多内地相比沿海城市 没有那么的发达 所以说也不会那么富裕 所以说很多内地的 一般去 一般去那个 学校游玩的人 大部分都是内地人 你说比较内陆城市 比较那个 他们是要给他们的小孩 一个目标 就是以后大学就是想要读好的 因为他们一直都相信是 只有读书才能够出头 所以说文明万能 所以说他们只有带小孩子去看过之后 小孩子才会自己可能说 心里会明白 我以后就是要考这个学校 或是我以后只有读书 我才能养我的家人之类的 所以他们才会说这个叫做 名校朝圣团 或者叫做励志团 就以此为目标 从此定下一定要上北大 或是上清华大学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 在这两个名校 今年夏天 人潮特别多 过去在北大 北京大学 他好像曾经有过限量的管制 比方好像是一天限量5000人 可是后来发现限量也没有用 然后他们排队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长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其实是北大跟清华大学门口 排满人的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说排队的时间不止40分钟 有时候排到两个小时 你才能够进到那个学校去参观 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就其中一个重要的诱因 就是因为要激发学生去读书 读到好学校 对这是一个诱因 另外一个诱因可能就是 不是加油考生 而是纯粹就是一般的观光团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学校的优美 就跟景色像婷婷的学校一样是 武汉大学是以景色取胜 所以我们来看一张那个大陆最美校园的排行榜 你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些学校它是热门的 比方说那个武汉大学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婷婷的学校 武汉大学 它是排名最美大学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厦门大学是严伟的学校 然后第三名才是中国大陆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然后第四名都两所学校都在广东 一个是中山大学 然后另外一个是深圳大学 都是排名前五名 最美丽的校园 先请颜伟跟大家讲讲好 你们贵校美在哪里 我们学校 我们学校因为 它的 它是陈嘉庚在1920年左右的时候创立的嘛 是 那因为它的历史其实相比北大啊 这些学校没有那么悠久 所以它能够以风景还有一个就是建筑 因为它的建筑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建筑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上悬场 我们学校有一个叫上悬场的地方 它那边最著名的就是建南大礼堂 那建南大礼堂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它应该也算是厦门比较有 有特色有名望的一个建筑 所以它是以建筑物取胜就对了 以建筑物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它的 它跟其他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有一个 它靠近海 靠近海 所以它有一个很漂亮的白层海滩 那那边其实以前是个浴场 海水浴场 现在已经不是浴场 现在就是 大家就是只能在沙滩上走走而已 以前是有很多人可以在海里面游泳这样 那婷婷你们学校其实也是百年名校 那个樱花的话 刚刚讲樱花盛况 你看到樱花跟杨明山的樱花季比较起来的话 真的很有看头吗 不然为什么一天可以吸引到20万人 是真的很漂亮 因为它是一条 我刚刚前面有说 它是一条道路 整条一条樱花大道 然后所以它就是整条都是 整片都是樱花 然后开采的时候就是一片花海 就跟武林农场的那个花海有得拼 因为我从那个照片上看起来 就觉得好像风一吹 就会有那个樱花飘落 对就樱花雨的那种感觉 樱花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树大就是美嘛 它就是取其壮观 那个为最大极致啊 然后因为这个武汉大学的樱花太有名了 然后游客太多了 所以他们学校就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收门票 即使是这个门票一张要100块钱台币哦 还一样挡不住这个观光潮 那学校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继续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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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大片人还这样翻过去吗 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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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翻 接连翻墙过去 对对对 而且它是一排墙 就是你这一块就有两三个 这一块又有两三个这样 这样子啊 对啊 而且翻墙的人基本上都是那种 都是那种没办法排队进来的 可是外地人吗 还是周围的那个住在附近的邻居住户 基本上是外地人 住在附近的人 他们早上是可以进来学校的 他们可以在学校里面就是锻炼之类的嘛 所以附近居民是可以允许北京去的 他们是有一个时段是可以的 对 那除了这些时段之外 就是就是有人数限制 那它怎么影响你们呢 嗯 比如说我们平常之前 我们在自习的时候会有游客进来 然后会大吵大闹 在自习室的时候 进去你们那个自习室朝你们 对因为我们自习室就就离校门口很近 但是因为那边平常也是上课的地方 所以说游客进来的话 如果一讲话很大声的话就影响到学生 那然后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我有看到过就是 那个游客进来之后 他们就坐在最前面 坐在最前面干嘛 在嗑瓜子 坐在第一排嗑瓜子 嗑瓜子 然后讲话讲得非常大声 后面的学生就一个一个走 怎么敢 怎么敢 敢不走啊 不能跟他说一大叔大妈 我们这是上课的地方 你们到外面去 可是 因为曾经有人就是 在游客面前当众 也不说指责就是 制止他们 制止他们要做什么 可是有被骂 然后往上 没有起冲突 可是就会被骂 因为学生 比较好欺负 比较好欺负嘛 然后学生也只能 只能自己避让 看来这样 那警官呢 到了晚上会不会更夸张 晚上的话就还好 嗯 我们学校如果要看的话 是下午看会比较好看 所以晚上就没有什么 可是是不是有些游客到晚上 还会滞留在你们学校 有 就是我们学校 那个翻墙的地方 对不对 他们会有 我上次有看到过 有人就是有搭帐篷 在那搭帐篷 是露营吗 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是五一节嘛 大陆的五一劳动节 那他们有放三天长假 可能会不会是因为 一般的办件 可能外面订不到房间 所以就直接租到学校 五一行 要他自己带帐篷 去住在你们学校里面 也不错啊 又在海滩旁边 还挺省钱的 对然后学校有厕所啊 什么都非常方便 都有都有 所以说他们就直接住在那边 对都不用钱 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 我那时候 有人经过的时候 他们就是听到有人在里面唱歌 最后他们是被 学校的保安赶走 对 那今天你说你们学校 就是在樱花季的时候 一天最多的记录是涌金二十万人 对 那对你们学校上课 他应该会造成影响吧 对就是他那个櫻花大道旁边 是有教学楼 然后就是如果有在那边上课的话 就会听到他们的喧哗声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 学校的影响最大的 其实是环境 就是他们走到晚上之后 人会比较少 然后但是垃圾超级多 就是满地 几乎是满地 这个我们学校也有 也是一样 我们学校那个Front湖 到时候游客 Front湖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就是等到长假结束之后 Front湖外面 就是那个一圈都是垃圾 都是垃圾 那辛苦的你们了 对 你们需要去帮忙打扫吗 我们不需要是那个 辛苦的是那个保洁的 保洁的那些 对清洁人员 就我们讲的 台湾讲校工啊 那挺像你说二十万人 这样子如果在两旁 就是樱花大道两旁上课的话 学生会不会因为 挤不进去上课迟到 不会 因为就是坐校车 坐校车 对但是校车因为改 那条路被挤了嘛 对 但是校车就改到 可是就会花比较长时间 因为那条路其实是 通往那个教室最快的 主要教室的 对但是因为改到 然后就会 花稍微长一点时间 是 你们学校怎么管 据说好像是发了门票 想办法 想办法要来阻止 这些游客对不对 就是 对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用 没有吗 对然后今年是有涨价 涨了一倍 涨到多少 之前是10块钱 10块钱人民币是48块台币 对 然后现在是20块 今年20块 将近台币100块钱了 这样子你们学校也赚不少 因为从那个相关的数据上面看出 你们学校一天最多人达到15万人 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15万人 一天20块人民币 然后再乘4.8 一千多万了一天了 你想想看你们学校的进账非常可观 所以福利有很好吗 并没有 是不是有一些同学也会因为游客比较多 所以会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来赚这个观光财 是会有 我们学校专门就有一些社团 他们去外面接客 接客 接客 什么意思 他们自己说的是就是 就是要把外面的游客带进来嘛 那因为学校人数的限制 所以说他们就只能借用学 就是我们自己学生的学生证 然后把一群人带进来 那他只能对他们说的理由就是 这是我的亲戚朋友之类的东西 所以说他们在这个基础上 在着量的收取一些费用 我记得 他不让学校赚自己赚 对自己赚 他们有收到 有一个社团他们是50到80块 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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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头收那么多钱 算人头 他还带导游费在里面吧 嗯 有带 有一些是有带的 然后他们自己收的时候 自己收三 自己就收差不多40%左右 另外60块上交到社团去 这样子啊 对 就是等于说就是那个社团在主导 那他占了不少钱咯 社团 学校也允许可以这样子收钱 学校其实也没有明确说 不允许或允许之类的 你看这就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他们学校是学生在带 在北大清华 还有人在赚这个钱 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赚这个钱 不让有北大 不让有 不让车 那么多人都有嘛 不让租车有 不让车进 为什么呀 他们车上不是有那北大的证吗 这有什么不让进的呀 有北大的证 拉客 拉有客不行 我一百我已经没多说 不 你就给我们拉进去 对 你知道我拉就多麻烦了 如果万一把我车偷了 我都不足一百 你不是有证吗 有证 他不让拉有车吗 他看不出来我们是有客 他看不出来 我没有媒体 我们车天天在这谁都不知道 扎着去留点 为什么呀 我们是属于 他以什么名义抓呀 但这个还是不知道 黑车黑岛吧 真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利可图大家就想办法 那婷婷你们同学会不会利用櫻花计划 也是同样去想办法去赚钱 有 我就是有 也是跟他们学校一样 然后也是出租自己的学生证 然后就是给游客 因为然后但是没有像他们那么夸张 收那么多钱 就比如说我们门票是20的话 他可能就是收失误这样子 就收一半的钱 然后进自己兜里 那这样带人带得进去吗 带进去 因为人太多 所以他检查就不会 不太会看照片 是 你知道最热门的北京大学 对 他在2004年的时候 因为也是限量嘛 就限游客的量 所以他们就那个黑车 黑车通常就是那个学校里面 叫职员工的家属 因为他们可以合法进去 对 然后他们有那个车牌 他那个黑车载人 一车原本是60块人民币 你知道到了今年240块 240块人民币 240块人民币 太多人想要进去 所以就是就那个价格出来了 对对 那像这样子的话 就会造成他很多的那种 怎么讲 就叫黄牛 学生变黄牛党 是 学生黄牛党想办法来赚钱 对 那除了大学校可以逛之外 大陆大学校还有什么可以看 可以玩的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国大陆非常流行在暑假的时候 有所谓的名校朝圣团 也就是所谓的励志团 这些人潮它是可以起报各大名校的 而且其实到这些学校 有很多地方不止到此一游而已 它是可以买纪念品的 对 像比如说美国很多有名的学校的话 它里面会有一些学校纪念品 像衣服啊 T恤啊或者外套 或是马克杯啊 马克杯 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钥匙圈等等 在台湾也有啊 比方说像那个台湾大学 我们台大有那个台大的笔记本 还有每个系会有一个小书包 那写上是哪一个系的那个小书包 很有名 那吃的部分的话 比方说我们那个台大农场的 三明治冰淇淋 就非常有名 冰淇淋其实辅大的话 就是它食品营养系的话 也有双麒麟 对也是非常有名的 对 对那今天网友就问到说 那大陆的名校参观的话 有什么纪念品是值得买 或者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来严伟 严伟先说 我们学校有一个就是那个餐厅 它有一个手丝鸡拌面很有名 手丝鸡拌面 是我们的像鸡丝面那样吗 有一点像 可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手丝鸡 比鸡丝面的那个鸡丝要嫩 对 但它的面的话就是手工的刀削面 对 所以这个只有你们学生知道 还是外来游客也会进去吃 外来游客也可以吃 因为它是在那个游客 就是可以进去的餐食堂 对对对 然后它的价格大概是八块钱一万吧 好便宜哦 八块钱便宜吗 对学生来讲挺贵的耶 是吗 因为它量很多 量很大 量很多 差不多这么大 一个盆吗 没有盆那么大 所以这个是厦门大学的必吃美食 必吃美食 对 然后还有前三名另外两个 好像有一个是 红油超手还是什么 那个也不错 可是那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样子 有经验品吗 有经验品 就是你可以在我们 我们学校里面也有卖明信片 明信片 然后还有卖校徽 那那个校徽它是用一个很精致的盒子装着 然后里面反正就是那个校徽就是差不多要 有人带那种东西吗 很少人会带 大概游客而已 游客才会常要买 对那我们学生自己的话 它是学校自己会送 会送给学生的 挺平勒 对啊挺平说一下你们学校的情况 我们学校就是吃的话是 武汉很有名的热干面 就是那是武汉的名餐 学校里面也有 对也有在买 然后如果是纪念品的话 是有那个也是有T恤啊 然后马克杯那些 然后还有一个是櫻花的项链 就是它是一个櫻花 然后这样可以挂在身上 是学生在卖还是学校在卖 就是校外跟校内的人都有在卖 然后据我知道 因为我同学他们是那个公管系 然后他们就是也有在卖 然后就是依次赚钱 赚学费 所以那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没有机会去念名校 可是还是想去参观一些名校 不过学校还是同学读书的地方 如果进去参观 还是避免影响到同学上课 其实到学校去参观 如果说你是励志团 或是所谓的朝圣团 应该是感受那个学校的人文 而不是只有去单单看它的景观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同学来聊天 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 我们今天继续大华之 谢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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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